三部分的人 三个人都在打赖清德 你们注意到 三部分的人的意思不是指这三个人的 不只是侯永怡 不只柯文哲 不只郭泰民 每天在打赖 对不对 到哪里都假赖清德 可是呢 而且是什么 柯粉 郭粉 侯粉也在打赖 国民党 民众党 两个党也打赖 可是请问赖有没有 民调有没有变动 文风不动 一分都不往下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各位小军长安Plus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晚上要连线到高雄给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敏老师 不过在这个地方谢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支持 小军长安Plus频道 我们不只超越了18万的订阅 现在来到18万5000的订阅 对于我们这个成立频道 一年又一个月的频道来说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当然没有大家的支持 还有团队的努力 没有办法走到这一步 这边当然在最近半个月当中 观众朋友你也发现了 我们在华视的网络底下 有成立一个新型的360度摄影棚 Real Talk真实对话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六集了 在过去也许观众朋友您不太适应 但是呢 这一个真实对话 我们的用意非常简单 希望让多元的意见去呈现 因为小小台湾不能够屡屡遇到选举就进行撕裂 相信这个平台也可以创造更多年轻人的空间 我们接下来要针对的是许多的公共的重大议题 展开的辩论 比如说侯友宜已经针对国家的重大政策 核电政策 勉强说起来是核电政策 他针对核一核二核三 他支持进行演绎核四场重新去启动 比较没有大范围所谓的核能政策 核电政策方面我们希望可以展开辩论 不过我们也肯定侯友宜 在2024总统大选当中 针对的国家方针国家战略的大方向 终于提出他的一个想法了 只是这个想法跟他过去 以及对于国家当起的发展 到底适不适合这场辩论会 我们即将要登场 当然更多的时间也希望让年轻人 针对他们所关心的议题 所以这一场选举在进入倒数150天同时 也看到了国民党属于年轻一辈的民意代表 他们声嘶力竭的发声在监督执政党民进党 但是这些年轻人相对的民意代表 不管是议员转战立委 李当对于现在年轻人所关心的议题 应该有更多的关系 但是有没有 这个也是观察的面向 好 我们连线给杨老师同时 也知道副总统赖清德 他出访这个巴拉圭 在当地时间8月12号晚上的9点钟 抵达美国纽约过境 画面当中有看到上百位台湾的侨团 他们聚集在下榻饭店热烈的欢迎他 赖副总统抵达时 当然侨胞大声喊台湾加油 欢迎赖副总统 当他进入饭店 他在接受献花同时 也像守在这个门口等候侨胞多时的 这些朋友们挥手致意 先前传出有一些帮派 甚至黑道 中国的侨团要到现场的抗议 在这一场当中没有看到 紧接着在纽约跟支持者的早餐会 这些内容我们稍后有进一步的一个解析 那这几天你也观察到 就是从美国回到台湾 这是被认为也可能参选 几率不低的就是郭台铭的部分 那郭台铭的部分我们知道 在随着被视为挺郭派的 章话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 他退党之后 他也说得非常的白 他不支持郭台铭独立参选 但是柯文者也否认郭科配 所以这个形势 郭台铭的参选制度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那我请教姚老师 整体的态势的发展 您怎么看 你过去在很早很早 就提到郭科不可能合 现在您的看法依旧如此吗 姚老师 对啊 我大概一年半两年前我就说了 柯文哲一定选统统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没说到郭台铭 是因为郭台铭永远不确定 到现在其实郭台铭要不要选 都还不确定 然后我也认为 郭台铭 柯文哲 郭台铭就算参选 柯文哲跟郭台铭 应该也不会合作 因为这个是从 我认得他们两位 因为我 应该是 大概三十多年前 我就认得郭台铭 大概在一九九零年代 那柯文哲 我是更是敬 跟郭台铭一样 我也跟他合作过 非常认识这样子的人 对 所以因为我认识 这两个人的本质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他们两个人不会合作 因为两个人都有一个 同样的心态 就是他不会 听命于别人 一定要自己做老大 自己要做领导者 两个人都是不会 听命于别人的人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两个人永远不会合作 你要晓得 你要晓得 会跟另外一个人合作 很重要的 就是自己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定位 对自己的定位 比如说成功不必在我的心态 比如说别人 比如说别人比我强 的一个认识 就是永远要有这种 这种心态 就是说天下之大 要有人比我强 不是的 这两个人都不是这样子的人 那柯文哲 我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子 甚至于我可以讲说 他可能连他的父母亲 尤其是母亲 都可能认为他 生来就有做王的DNA 他自己也这么相信 那所以我认得他这一段时间 包括我以前认得 在商场上的郭台铭 一样的 他不会跟人 去合并合作 都不会的 就是因为他们 永远相信自己比别人好 你来帮助我 你来做我的副手 我可以跟你合作 跟你分资源 可是要我配合你不可以 所以他们两个人 都跟你 受处于这样子 不太一样 晋楚瑜也选过总统 选过好几次总统 宋楚瑜第一次选总统 甚至于赢国民党多少 赢了一百多万票 没错 没错 那个将近两百万的 一百多万 那差距很大的 连在那个时候 得票只有百分之二十几吧 宋楚瑜都还可以得到 将近四十吧 简单讲就四十四十二十的分配 他只差一点点就当当总统了 嗯 对 可是他后来有没有跟国民党合作 有啊 是连赞跟他搭配吗 第三名跟他搭配吗 没有啊 所以是宋楚瑜跟连赞搭配 宋楚瑜还是拿国民党当正硕 对 所以我就讲了三个单位 我不是讲两个人而已 嗯 我讲三个 国民党 郭台铭 柯文哲 三个 互相之间都不会合作 郭侯 郭柯 柯侯 都不会合作 因为这三个都要做老大 你看国民党 连赞当年明明输的残残残 从来没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啊 在2000 应该是2004年选完以后 没有人问那个问题 如果连赞做宋楚瑜的副手 宋楚瑜会不会当选 嗯 是 因为当时 只差几数万票啊 对 非常近了第二次 嗯 2014年 嗯 对呀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啊 为什么不会这样问 因为国民党不好意思这样讲 国民党不好意思啊 嗯 所以国民党 你看国民党现在的做法 完全一样的方向 是 国民党可以批评郭台铭 国民党内部的人 可以有一部分人 去依靠柯文哲 是 可是国民党 永远不会讨论一个问题 朱立伦不会讨论 头友宜不会讨论 国民党的主要的支持者 要讲金普冲啊 什么马英九啊 什么 随便哪一位 以前的 这些 这些 几任的吴敦义啊 这些党主席 没有人跳出来讲说 我们党要不要想一想 要不要跟人家搭配 要不要跟人家合 永远是 你要不要做我的副手 是 哎 我要组大联盟 在野大联盟 永远是指别人要跟我合作 嗯 永远不是我跟别人合作 嗯 你说这种心态 这个我不是好早就讲的吗 如果一个党提名的候选人 他区区为副手 那不是等于把这个候选人给废掉的意思吗 那当然要义无反顾 要争取自己是当正的候选人不是吗 我举德国的例子 和政党合作 嗯 德国有两个政党 一个政党比较小 可是都叫做基督教民主党 可是一个叫做社会民主 社 社会民主党在基督教社会党 社会基督教党 就是在巴洋那个党 嗯 在巴哈利亚 在巴哈利亚 可是他永远跟全国的叫基督教民主党合作 我现在讲的不是社民党 SPD 那个不是社民党 是一个基民党跟基社党 都有基督教的色彩的一个政党 嗯 在一个政党 他们长期合作 那个小的政党基社党 也曾经主席担任过联合政府的 不是联合政府 联合竞选的头头 做总理候选人 不是大的基民党 你就给你知道吗 因为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简单 提出合作的蓝图 什么叫合作蓝图 比如说像政纲 嗯 如果我提出来政纲 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那你就跟我合作 如果你的政纲 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或者民意的支持 那我就跟你合作 所以合作不是人跟人这样子 挂掉 丢骰子 啊 那你赢了我给 我给你 或者在 剪刀石头布 不是的 是要提出一个东西来 哦 你认同 你来跟我合作 你提出一个蓝图 我认同 我跟你合作 那我请问你 柯文哲有提出这个东西来吗 嗯 我们就讲两岸嘛 最简单的两岸好不好 我们党有主张 柯文哲有主张 他们有提出来说 我这样做 哎 这是你服气的 你接受的 好办法 那你来背后 那或者你提出来 我觉得对 我来支持你 光凭这一点 我跟各位报告 嗯 他们连国内的这种小矛盾 都解决不了 他们三人都还宣称 能解决两岸的矛盾 你不觉得可笑吗 嗯 三个人呢 郭 柯 侯一样 三个人都宣称 我上台可以解决两岸矛盾 是 那笑死了 为什么 你们三个人自己的矛盾 都解决不了 我们党连自己党内的柯文 呃 郭台铭跟侯友 都解决不了 党内的矛盾都解决不了 没有机制解决 没有办法谈判 嗯 他们还宣称 可以跟中国共产党 能够和谈判 能够和平 能够解决争端 能够保卫台湾和平 民主自由 你觉得可能吗 嗯 更何况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 三部分的人 三个人都在打赖清德 嗯 你们注意到 三部分的人的意思 不是指这三个人的哦 对 不指侯友谊 不指柯文哲 不指郭台铭 每天在打赖 对不对 是 到哪里都假赖清德 嗯 可是呢 而且是什么 柯粉 郭粉 猴粉 也在打赖 是 国民党民众党 两个党也打赖 打赖 嗯 可是请问赖有没有 民调有没有变动 稳风不动 一分都不往下降 你知道为什么吗 随便你们怎么打 他完全不会被打掉 为什么 小军你们想过 因为支持赖的人 因为支持 就是已经支持他的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廖小军 很开心 跟大家要分享 我们低调筹备多时 终于云开见日 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 real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 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把90%的精力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挑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 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的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 同时也许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众志成城 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连结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 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包括了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真实对话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与全球民主联盟 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忠心热忱 期待Real Talk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 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 不会被这些影响的原因 是因为支持赖的人的本质 对赖的本质 已经认得非常清楚 不会动摇 这个本质是什么 这个本质才是真正的台湾民意主流 什么叫台湾民意主流 本土 民主 自由 台湾有任何一个人会怀疑这个 这三个东西是你台湾民意的主流吗 唯一被怀疑叫本土 因为那两个人 因为那三个人不敢挑战民主自由的 如果挑战民主自由 他们就不必猜选了嘛 可是他们挑战本土 他们到现在还在挑战本土 他们居然还以为他们可以选总统 因为他们在对抗民意主流 连这个最简单的 这一个台湾民意的共识 我讲一个民调就好 这个民调是政大选言中心 大家可以上网去知道 他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做 台湾两岸关系主张的民意调查 原来 原来主张自己是台湾人 最早二十年 主张自己是台湾人 又是中国人的占相当多数 又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 就是蒋经国那一套 是多数的 可是现在这些人是 这些人的比例多少呢 现在主张 原来主张台湾人 自己是台湾人 而且寻求以后要独立的是少数 大概十颇称都不到 现在这个是最大宗 最大一块 永远的多数 而且只增不减 只增 就是我是台湾人 我们要找机会寻求台湾独立 加上 永远保持现在的状态 这两个加在一起 已经超过七成了 七成多的选票 甚至于往八成靠近 我请问这个算不算主流民意呀 这个主流民意不是因为一个事件 某一个事件 民意叫上来 升上去 某一个事件 对于民进党的讨厌 对于国民党的支持 或者对于柯文哲的喜爱 不是 它是一个大趋势 大趋势是什么 台湾绝大多数的人 对于本土的认知 是非常清楚的 我是台湾人 我在没有独立之前 我要维持现状 可是我不是中国人 我跟中国没关系 我请问 这三个候选 其他三个候选人 有站在这个主流意志上吗 既然没有站在这个主流意志上 他们组什么主流意志大联盟 怎么组织主流民意大联盟 这是郭台铭喊出来的 主流民意联盟 主流民意联盟 居然把下架民进党 我来做总统 不要让民进党做总统 当成主流民意 这不是好笑吗 居然说柯文哲 郭台铭 头有一三个人 都主张 我们不要民进党做总 赖兴德做总统 我们三个人选择一个人做总统 当做主流民意 这不是好笑吗 参选不是要让对方下台吗 主流民意的内容都不知道 它怎么吸引别人来跟随加盟 它用什么论述 来吸引绝大多数的人民 就凭你柯文哲 就凭你郭台铭 就凭你和我一个人 你有什么魅力 就可以吸引别人来认同你 然后他不做王 你做王 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的三个人 都有那个非我不可的个性 你认为这三个人可以合作吗 那就是真正的重点嘛 赖清德占据了主流民意 本土民主自由 然后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他个人的人设完全不输 他个人的人设 因为民主流的意见先赞助了 然后就看人 对不对 不同的人嘛 就国民党 不同的人出来 虽然国民党主张一样 可是不同的人出来 会有不同的支持者吗 还有韩国瑜出来 朱立伦出来 侯文说不一样 就人设 请问赖清德的人设 是什么人设 品格有瑕疵吗 能力被挑战过吗 还有什么 做总统的人设 比这两个更重要 叫做信赖 哪有什么人设 选总统 比这两个更重要 这就是我为什么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我不是因为 一昧的要去说 哎呀 绿营多好啊 民进党多棒啊 等等 不是这个意思吗 而是赖清德选总统 他先占主流民意 的方向 绝对不违背主流民意 本土民主自由 对中国的两岸关系的主张 也是本土民主自由 军营多主主 我要站在我台湾本土的意识 维护台湾民主自由的立场 这个主张怎么可能会没有主流民意的支持呢 对 所以你要想 我经理很清楚 台湾人每过八年 每过十六年 十二年 十六年 尤其十六年 高雄上次 韩国瑜就是如此 经过十六年 二十年的那个执政以后 他不管是什么阿猫阿狗 他就想换换 没关系嘛 我不要一个人一直做 一个人一直做 民进党一直做 难免做久了就会有问题嘛 或者做久了 我太烦了 我要换人呐 是 韩国瑜当时在高雄就这样子啊 只是他没掌握好 选完以后马上跑 就马上被罢了 否则我告诉你 韩国瑜到现在 还是国民党第一人 他忍不住 他就是就那一次 就那一次做错决定了 因为台湾人民有那种 要换的那种心态 做久了换换 没关系嘛 所以这八年 本来对赖兴德 民进党已经做八年 对赖兴德来讲 并不是很有利的 因为李登辉做完了 就应该换成民进党 民党做完了 又换成马英九 马英九做完了 又换成蔡英文 又换党了 蔡英文做完了 应该就换别人了 这个趋势 其实对赖兴德并不利的 尤其新兴选民 所以他年轻人的选民 他比较吃亏 原因也在这里啊 因为年轻人不知道 国民党那个时候 请问现在那二十几岁的 柯文哲最多支持者 他们知道马英九做的时候 做了这些什么事啊 2008年到2016年 是 他们那个时候还未成年 说不定还八岁十岁呢 没错 可能还五六岁而已 因为在今年拥有投票群的 可能是2003年才出生的 有可能 对啊 嗯 他们知道马英九干了这些什么事呢 他们因为不知道国民党干了些什么事 所以他们无所谓嘛 他们甚至于不知道 柯文哲干了些什么事呢 嗯 2014年选中他的爱认得他呀 嗯 我们是从最先开就认得他的人 嗯 才知道他的本质嘛 所以你就会知道 这些人 他会 他会支持这也会支持 否则如果不是这批人 因为民进党执政那么久 这批人如果也支持赖金德 那两个人不要讲郭台铭 侯永宜 侯文哲 赖金德一个人就会过半 我如果讲不客气的话 嗯 如果不是年轻人 有一有一些人不只是年轻人啦 主要是年轻人就是中立权明 有一些人在想说 哎呀 换人做做看 民进党做够久了啦 是 换人看看嘛 嗯 大家轮流坐嘛 那一个 这个心情 否则赖金德的支持度会更高 嗯 因为我刚刚讲了 赖金德占据了主流民意的 那个基础 是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为什么以前讲 我为什么以前讲 柯文哲将来永远会成为 民进党的帮助 嗯 他等于是还债 虽然他心里不愿意还 嗯 可是他实际做的所有事情都在帮民进党 为什么 民进党跟国民党 蓝绿搞了那么久 国民党没有分裂 嗯 结果柯文哲一出来 嗯 裂解了 国民党 对啊 裂解 彻底裂解国民党 这裂得真厉害 台北的党 跟地方的党裂解 嗯 全部地方议长议员 这些跟地方列 是 地方派系 嗯 跟技术官僚列解 对不对 这些金武冲这些叫做技术官僚 嗯 全部都列解 然后呢 郭台铭也跟 是 党中央列解 韩分有一批支持者 也跟党中央列解 哇 他四分五列 柯文哲一个人 就把国民党列成四五块 国民党 民进党做不到 那郭台铭 所以郭台铭也是民进党的福星吗 郭台铭 郭台铭不算 哎 郭台铭不算 因为 郭台铭 他没有 他 他没有真正 现在还没有真正列解 他带走了这么多地方派系 愿意追随他 而且他不见得真正会选 如果他选呢 当然也算是民进党的帮助了 所以姚老师你认为郭台铭不一定参选 也不一定阻挡 对对对 现在他的意思是往这个方向走 一个企业家 我们说你要做任何的一个布局 你会盘算到他的胜负吗 如果他的执意参选 他没有获得柯文哲的支持 合作 侯友宜 在来影方面三分天下 一分为三 他随便想也知道 一定是败仗 那一定败仗 他也可能成为国民党的战犯 这样子逻辑的思考之下 郭台铭为何而选 所以郭台铭不参选的几率 相信之下不是没有 而且感觉是蛮高的 不是吗姚老师 是的 你讲的很对啊 那可是太多不能当选而去选了 请问民众党现在到处提名的那些人 他们都觉得自己会当选啊 民众党在各地提立法委 他们都认为会当选啊 对 我就拿高雄的几个 高雄在 他的民众党在高雄选的这些 民众党在高雄选的这些人 我讲个不客气话 随便你抓一个人来 都知道那个人不会当选啊 台中他提名的蔡碧汝迎战蔡奇昌 在台中的部分 让他去选啊 叫他努力的选吧 可是可是他们的 他们当选的几率是零嘛 是 在高雄你觉得 高雄的几率是零吗 你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我告诉你高雄安现象 对 不是说哎呀我想要高雄安 所以柯文哲也在想 我也想要高雄安现象 对 弃国保他保高 弃国民党保高雄安 弃口保科 嗯 或者弃在各地的民众 弃国保民众哪 对 哪有这么简单 哈哈 各位要仔细思考高雄安现象背后的几个因素 如果不思考这些因素 嗯 根本不可能再有高雄安现象 是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高雄安是高科技的资讯人才 啊 他选择的地方叫新竹 嗯嗯 单单这一个地理因素 新竹市的资讯人口 是大宗的大宗啊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廖小军 很开心跟大家要分享我们低调筹备多时 终于云开见日 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 Real 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 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把90%精力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调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 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 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的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同时 也许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众志成城 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连结 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 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 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包括了 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真实对话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与全球民主联盟 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忠心热忱 期待real talk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 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 1 2 3 6 7 9 9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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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0 11 11 10 11 12 12 1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